毛迪是最寂寞,打贏了对方之后,原来没有对手 但是我们要适应这个心态,也都明白在第六届里面见到那些对手,以前叫泛民实际上的本质就是反中联港 拖垮香港经济,拖垮香港的制度,拖垮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等等 这个他们终于被清零了,现在只剩下两个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觉得反而OK,议会里面是据你力争,以前那些人横瞒的,也是搞乱这个立法会 我们都够胆起身跟他们去对抗,这个阶段已经过了 我也都很高兴他回复正常,但是不代表,虽然刚才说毛迪是最寂寞 但是要战胜自己,这个才是最高的领活 日省吴生三次,自己今天说的东西是否可以立足和成为金科玉律 我们周不时都要检讨一下自己的东西 每个时间里面有不同的考虑 所以向自己挑战都是一个挺高难度的工作 当然我在立法会里面不断地提点,23条实际上不是一个困难的工作 不是drafting,不是草耳的问题,也不是民意的问题 这个氛围已经在2019年出出来,2020年国家都和我们立了这个港区维护局国家安全法 为什么还没有办法呢?当然我给了一点时间 保安局局长因为刚刚新上任 过立法会里面有什么困难呢? 我们刚刚这个完善香港特区的那个选举办法 前后加上都是三个月而已 有心去做那十几条条例都全部一拼,是可以搞定了 都没必硬了 我们马上赶ğin叶言 中文字母